我問你一件事情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是不是知道 知道兩個邊邊 就可以去找第三個邊邊 那什麼直角三角形 可以知道一個邊邊 就可以去找另外兩個邊邊 三十六十九十 就是特殊角 什麼 三十六十九十 45度還有 九十 九十度 這種三角形就是等於直角三角形 可以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三十 六十 九十 聽得懂 這兩種三角形 知道一個邊邊 可求出什麼 可求出另外兩個邊邊 聽得懂嗎 懂 很特別齁 會不會 真的會 會 那我請問你 這種三角形 出現的邊邊比呢 會是什麼 會是一比一比跟號二 會不會吧 會 那這一組呢 這一組會出現的邊邊的比呢 會是什麼 會是一比二比跟號三 會不會 會 所以你只要知道一個邊邊 就可以比出另外兩個邊邊 懂不懂 懂 真的懂齁 所以這兩組很特別要記起來 嗯 聽得懂 所以那我請問你了 這題又沒有出現 又沒有出現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要不然就是出現三十六十都沒有啊 嗯 有 以後只要看到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五 你就要馬上想到 它是不是跟四十五是互補的 對 聽得懂 懂 所以一百三十五 你可以用一百八去減掉四十五 你也可以怎樣 九十加四十五 所以它不是在裡面切出四十五度 嗯 從它去切出四十五度 要不然就是找它外面四十五度 懂不懂 懂 聽得懂齁 所以不是找裡面就是找 外面 那這一題是找 外面 外面 看得懂 看得懂 真的懂齁 嗯 好 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了 這裡不就是 九十度 旁邊這裡不就是 四十五 啊九十了 四十五了 所以這裡一定也是 四十五 啊兩個底角一樣 所以這一個是等腰 三角形 好不好 所以這個邊邊就是斜邊 那斜邊的比是多少 根號二 是不是根號二 會不會 會 那十怎麼變根號二 很簡單 就除以十再乘以 根號二 根號二 可是你現在要反回去啊 你現在要反回去啊 嗯 聽得懂 所以這是根號二 那這裡不就是 一 啊再來呢你要反回去 是不是要除 除根號二 根號二 啊除完之後再乘以 十 啊所以我就先乘 所以一乘以十 十再除以根號二 是不是這樣 對 啊再有理化呢 嗯 再上下乘根號二 所以變 二分之十 根號二 啊所以算完就是 五根號二 五根號二 會不會了 會 會了 那他問你面積呢 面積簡單啊 面積簡單啊 找到垂直角 找到垂直就找到底跟高 所以底在哪裡 十 底在這裡 底在這裡 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齁 那延伸之後呢 垂直上來這個不就是 高 會不會了 會 會了 所以底乘以高除以二 底 乘以高 五根號二 除以二 二十五 所以拿到二十五 可能號二 會不會了 會 所以看到一百三十五 找裡面 要不然就找外面 找裡面 找外面的四十五度出來 會吧 會 會 好 再來看這體 那這體呢 太明顯了吧 三十 那一定有找三十六十 九十 那很簡單 就從這裡 從這裡做什麼 一條線 這裡做九十度出來 對不對 對 所以有九十了 有三十了 所以這裡一定是 六十 會不會了 會 所以他們對應邊的比不就是一 一 有沒有這裡是最小的角 最小的角對應的邊是最小的邊 一 二 二 根號三 根號三 看得懂嗎 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齁 再來這個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腰 這裡是十 這邊也是十 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齁 再來我請問你這個十 不就是這個二對應出來的 對 所以要乘以五 乘以五 所以這裡要 乘以五 看得懂 看得懂 所以就是等於五 恭喜你了 找到垂直 找到垂直 找到底跟高 所以不就是 十 乘以五 底就是這裡啊 十啊 垂直上來就是高啊 不就是五 再除以二 所以大概等於 二十五 會不會了 會 出現三十六十 九十 就是一比二比 跟號三 知道一個邊邊就可以去找其他的邊邊 會不會了 另外一個就是四十五 四十五九十 會不會了 會 四十五跟哪個數字有關 一百 三十五 會不會了 會 真的會 對一邊就是一比一比 跟號二 會不會了 會 好,收工